在你面前哪有最紅人的? 當然,在這個電視節目裡的確真的有很多人 又害怕又震,不看著你們,這麼勇敢 你說一下,這個做了主持 這個經歷是不是真的要生吞 是不是真的要生吞 你生吞我們現在 很多人都有一個疑問,但我解釋過 因為你說過是真的,真的要生吞 我最近拍戲,我現在才發現 現在電影界有兩個叫不出名的導演 一個叫跳馬舞導演 大家知道哪個是Vilson 另一個叫吃老鼠導演 那就是我 我記得跟KB 我記得第一次跟KB 我們第一集對著跳馬舞導演 錄他 我們知道如果輸了要吃 吃老鼠也知道,其他情況也不知道 然後大懲罰的時候 他真的拿出來,我們還要看著監獄 是否真的要喝酒 不是,整隻吃了他 嘩,一把口一瓶,手指弓那麼大 一把口一瓶,你在這裏的時候 我不敢碰他 你的口不敢碰他 一刻拿了一杯酒,就包下去 但他還沒聽到那麼大隻 腳撐不到 他有些爪,有些鬚 在你的口裡,你自己感覺到 你要噴多幾瓶,嘩,嘩 那我真是 但他厲害了,他可以吞到 我吞不到 我看著你噴出來 是,我知道 他最厲害的一瓶 他吃東西一瓶出來 扮嘔的一瓶出來 說真的 你們真是為了公司 給我這麼大的犧牲 你說到這個我就開心 本來我不知道自己的目標 為錢我都不行 你會說,為啤酒 可以 知道你怎樣做 很舒服 值得的 我感激樓梯 我都不敢 竟然兩位為了公司 這麼賣命 所以多謝所有觀眾的支持 多謝多謝 看得開心 這些情緒是誰要構出來的 這些情緒是誰要構成的 一定不可以構成 他不讓我們知道 很多人到現在都經常說 你們自己構成這些 自己兩兄弟在那邊玩 我說我會不知道 你怎會不知道 不知道你們怎會肯做 然後知道了 構成了什麼 就是踢走了什麼懲罰 你們自己頂得到的 我們真的完全不知道 他們不會讓你看的 你走過廠 他們會說 不要進去 他們正在嘗試懲罰 我們最多的一些 提示就是 今天來到的時候 無端有一個人 鬼主要走他來說 今天穿抹煙筒還是底褲 抹煙筒 我們有底褲準備了給你 今天不用穿底衣 就是我們這些底褲 你知道不對勁了 不對勁了 我們剛剛那一次 我們剛剛回去 穿著底衣 他說 你們可以脫下底衣 我做什麼 脫下了 然後拉拉煙 這個不怕 拉拉煙 什麼懲罰都罰了 咦 我們沒有穿底衣 為什麼什麼懲罰都罰了 拍完 差不多拍完 剩下一個大懲罰 剩下一個大懲罰 沒有穿底衣 一定會和身體有些東西 誰知他們拿了一瓶蟑螂出來 哈哈 我們又沒有穿衣 他又是蟑螂 擺明 對 審下去而已 但我們不要說情敗是什麼 對 但我們那一刻真的害怕 是 真心害怕 平時那些我們都OK 頂爛相 但那時候我們都不頂 你知道那個節目 非常之多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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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到第三次他感覺到我們適應 去到第四、五集他又提升了 現在快結束了 這個季節快結束了 我們就開始看到他去到極致了 或者牽絲打電話來 你可不可以這樣啊 你可不可以這樣 然後說不得住啊 不可以住啊 這樣推遲 現在哪一個懲罰你們覺得是最… 暫時哪個嘉賓出來 就是這個… 一起是玩得最瘋的呢 如果我回答你我會首選是曾國祥 哦 真是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很多嘉賓… 其實大家有看的話 你知道十集裡面很難問得完 所以十集裡面可能有五、六個嘉賓 其實他都是跟我們聊天 最終不用懲罰 是唯獨Derek這麼白癡而已 哈哈哈哈 有雷 是 你可以說他有雷 他就是公司人嘛 是啊 所以要同一條船 所以他遇到白癡 他跟我們一起吃 他才有大懲罰 他一集裡面 他現在是最經典的 他一集裡面首先他吃了一隻老鼠 嘩 吃完隻老鼠之後 接著我們都問不完那些暗題 然後我們就要接受大懲罰 大懲罰就是我們吃蜥蜴壽司 嗯 就是鹽舌壽司 鹽舌壽司 那他走出來說頂不頂呢 頂我再多一塊給你吃 是 頂我頂你 哈哈 他一集裡面看了兩樣生物的人 是啊 所以現在是最高紀錄 哇 他肯站出來幫你頂那一刻 那一刻是感動的 哈哈 還有就是太陽三寶 我覺得是 是啊 你自稱這個名字 太陽三寶 你懂得上位啊 寶貝 寶貝 三寶貝 簡直是講了一句傳的嘛 是吧 是否有 Season 2 剛才聽到講 其實我們有 坦白說我們有 Season 2 但是 Season 2 是否都是這個方向 又不知道 再極一點 我不知道 就是我們回不了頭 本來我們有想過 真的 一開始的時候 打算 Season 1 玩一些極的東西 Season 2 就很正經的 兩個都叫做音樂人 就是給另一面 大家看錯了 聊過音樂 但是做了五、六集 真的認真是監製人跟我們說 做了五、六集之後 監製人說 好像有些東西回不了頭 你學到很遲 好像我們不只CN2 希望 CN2還要上 我不是怕CN2 我在想 如果是 Season 3的時候 他在說什麼事 我不跳樓就不行了 哈哈哈哈 厲害 這個懲罰你覺得最惡頂 你先說吧 其實 坦白說 我覺得 沒有一個懲罰 對我來說 是叫做 可以接受的 我其實每個懲罰都能夠接受 反而我覺得最大的懲罰 或者最大的挑戰 就是真的可能要坐在那裡做一個主持 這個我覺得 比我來說 是難過他受到的懲罰 因為 譬如 真的是第一次做 然後原來是很多東西 譬如你稍微寄少了東西 或者某些東西 譬如 接著就會很快會有dead air 幸好有火少 一定是有漲罰在那裡 就立即可以接著 是啊 但我現在經常被粉絲罵我上網 哈哈哈哈 我欺負他 大家不知道現場 就是他又記不到對白 哈哈哈哈 接著我們訪問嘉賓 他又不出聲 因為他記不到稿 他就看著我去說 所以我就經常問 他又不出聲 我一問問題 到我問 我問你問題 好像我現在在暖中 我現在在和你聊 他就在旁邊 問不到 到我一問 譬如今天的暗題是 王先生你幾歲就算了 我問王先生你幾歲 他一聽到暗題 他就說你幾歲 哈哈哈哈 然後如果你突然令他 今年15歲 耶 他就這樣 耶 我問到了 我問到了 我說我那半小時 才哄到人落搭 他後來好像我們拍車那些 那些死人頭 一撕車過來那些 哈哈哈哈 接著然後呢 接著每次都是這樣的 那有什麼 接著我就發癲 我發脾氣 我剪接那個 就經常剪過發脾氣 那些網上說 阿火不輸得啦 哈哈哈哈 阿火不輸得 我經常發脾氣的時候 哇你這樣怎麼玩啊 沒有品的 那有些呢 結果結果 因為他不問 被我問到了 他就輸了 他輸了 接著網上說 這十個懲罰 八個都是Kevin仔的 阿火擺明是黑人 人家不懂做主持 那你想我怎樣啊 哈哈哈哈 我被你發揮了 他又不說話 那他不說話就問 接著確呢 KB做了這個主持 他都得了很多 是嗎 得了經驗嗎 慢慢適應 慢慢可以 掌握到 做一個主持 其實他很有心的 我剛才罵他講的 因為我覺得 其實因為我可能 習慣了做一個 剛剛才叫正式 我會做一個 店這些 我就是 我把他罵了 別人的神很多年了 是 玩完你的神 是自己玩的 但是我真的 我以一個普羅大眾 可能是看了太多 這些這樣的節目 變成了 到現時 有時候的嘉賓說話好聽 例如剛剛那一集 我會變成真的 真的挺好聽 我會變成聽 對 無緣無故做了觀眾 對 我做了觀眾 然後監製就說 喂 我請你回來 不是做觀眾的 但是一集比一集好嗎 沒有 未 他告訴你 一集比一集 他不是一集比一集 未 他很貫徹始終的事 他很堅持 他仍然維持在第一集的水準 有些是OK的 有些是OK的 不是 反正你叫我去打鼓 我不會突然之間 我沒有打鼓 現在我打了兩個月後 我會很厲害的 這個事情大家要明白 之前有甚麼準備的 你們埋位前 準備的稿 怎麼問嘉賓 自己準備的稿 還是有人準備 也有人給一些 那五題一定給我 你們自己埋位 有沒有準備 其實很自由 很真的 很真的 我不給自己太準備 不想那件事突然之間 好像那些下午婦女節目那樣 最近你有身氣上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有身氣的內容嗎 不會說這些 因為一來這樣說話 他很容易讓他知道 哪些是宣傳的 哪些是你的暗題 KB還有甚麼嘉賓 你心目中 一直都很想爭取出現 你來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是不來嗎 太陽三寶 哈哈哈哈 如果用飲酒來一起搏 老鼠酒 哈哈哈哈 我們還要買多了幾盒 是打算有些重量 不知用的 飯鏟投酒 是啊 那些甚麼甚麼 全部都贏的甚麼 保慎保腰 保慎保腰好人品 蜥液酒 Paco 你們有興趣嗎 考慮一下酒 哈哈哈哈 一場面佳樣 好了 難得訪問到KB和霍霍 當然是問問KB近太的新作 近太的新作 推介你的新作 新歌就是做了一首叫做 我最喜愛的香港人 這首歌就是向香港基層致敬 因為這幾年我晚上跑步 很多時候會留意到 原來晚上很多時候 真的用雙手去維修香港的道路 其實這些人才是我們的英雄 還有譬如有時 晚上推車撿紙皮的那些人 那些婆婆 撿垃圾 那些撿垃圾 其實這些才是我們的 每天在幫我們維持著 這個香港的社會 很多時候人就會 失去這件事 會當它們透明了 我就想做一些事 提醒其實這些人是我們的英雄 因為其實香港 如果你看到一個蛋糕的話 它們就是那個 招勻 那個馬步 其他東西都是 一些忌廉 那些製作 這些人對我們社會很重要 你看進去都提了多少東西 哈哈 那麽音樂 那麽多東西 哈哈 介紹一下MV 都很精彩 是啊 那麽音樂 那麽音樂 都是 我喜歡拍地道一點的東西 第二個鏡頭就已經看到火燒了 哈哈 說著你叫我 我不可以不來 哈哈 還要是 還要是很 我說 不如你過來 但是晚上兩點多 那麽它真的 晚上兩點多來了 做個茶餐 其實是很有壓力的 婆婆在那裡 我和阿玲 大家其實是在那裡震了 因為她始終是導演 然後她來到 那麽糟了 我們快點把東西 好快的好快的 假斷給她離開 接著請了很多朋友來 說一下 還有說一些很本地的 例如朋友 我想知道有什麼嘉賓 有什麼嘉賓朋友 有火火 有Supergirl Sharona 接著有一位 我很喜歡的 一位小演員 叫小B 他是一位 小粒一點的朋友 朱如宇宇宙 朱如宇宙 是非常之好戲 還有我老母 我媽 我媽也有份客串 我媽媽是做那個 電話電話電話 是那個 電話電話 是那個 坐在梁柏堅牙裡的那個 你說這個名字 給我幫你填詞 填詞 幫你客串 哈哈 沒錯 終於可以找到 填詞的梁柏堅 來客串幫忙 就是錄爆卡的嗎 這次也不算錄爆卡 沒說 只是開始而已 在她的卡堡裡面 這堆是 OK的 小卡 因為我們經常都是陰陸的 是 但故事 那個MV是否都是你自己跟阿檸想出來 那個故事就是 是的 我想完我問阿檸 看看行不行 因為其實我是想 說回多一些比較 日常香港會見到的東西 網上反應很大 大家都讚 網上是OK的 多謝各位香港人去支持 因為其實這件事我真的很想說 火火有一首歌一定要全力推薦 這個520 520 靈感 怎樣去損寫這個歌詞呢 其實就不敢邀功 坦白說 這個故事可以說一下 我聽到Paco給我這首歌 Melody的時候 我很喜歡 他們都沒叫我動筆的時候 我自己已經兩天了 響著 自己已經填了 因為這首歌很感人 是的 已經填完了 我自己填完 我發給Paco 突然間 兩個星期三個星期都沒有回音 原來我發給Paco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 師兄打給我 火火 你那首歌我想跟你說 我想怎樣 其實我填了兩三個星期 我以為你們不要 是嗎 馬上再發一次給師兄 師兄看完之後 一看 他是不要的 他是不要的 他說 是因為不好意思 其實我有個想法 因為我又不知道你填了 我說吧 他說想法 他告訴我 其實他是朋友 一段真實故事 一段情侶 太太 本來很甜 很簡單的 對兩口子 突然之間太太有個病 到現在這次 可能不知道 病情多嚴重 可能會離開 我突然這個故事之後 覺得挺感動 他牽動到我的 我現在都是兩口子 有小朋友的生活 我想 若然有一個人 突然去看醫生 或者太太突然咳嗽 去看醫生 醫生跟你說 你們有甚麼事都盡快做 如果會這樣的話 我世界是怎樣呢 我突然聽完之後 我突然一抹一抹 我就把這個故事 寫在這首歌上 說一說 可能每個人都會遇到 而這件事 最慘的是 我們看電影都是 你看從小到大 心不了情 那些 那些很厲害的人 Paco那些 長逾八歲 幸福萬年 通常這些就是 我們這些辛辛苦苦 朝九晚五 兩個人住過公屋單位 天天已經胃口奔馳 每個月的月租 都是剛剛好才夠的人 反而你就不知為何下星期六 突然之間就慣了甚麼事 他有病 就是我們才會發生 這個小市民悲劇 我覺得師兄好 他提議他做這件事 尤其是我有一樣感動的 他將這首歌 想送給他朋友 那我當然 最後他這對朋友的結局 究竟仍然是一對 還是是兩個不同地方的一對 我不知道 我都是希望送給他朋友 令到他們永遠記錄著愛情故事 人生無常 人生無常 火火選寫這首歌詞 非常之入 入到那個有血有淚有情有義 你一幻想就害怕 是啊 那句很到辱 所以大家真的要認真認真 去欣賞這首五二年 真的很想說兩句歌詞 我記得醫生 醫生跟我說 他說把寶貴的事情 能夠盡快處理 都處理了他 如果你有一天 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我和太太 或者你和老公 情人的關係 你們有什麼未做的 好做 好做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沒得做 但他就告訴你 是那天來 哇 你這個恐怖 真是 好說的 好說的 是的 好 不如說一下火的電影 透露一點 因為剛剛拍攝中 今年的計劃 火火現在計老粒之後 現在在導演一部新戲 火火簡單透露一下這部戲 好 叫做女士復仇 一聽名字都知道 老粒之後 幸好謝謝Marco 謝謝Marco這麼大 我經常都說 你說拆來也好 我非常感激 因為不是他 他不會開到老粒的 因為我這麼瘋的戲 但是開了之後 就開拓了我這個 溝扁血路 千萬不要說拆鞋 真心說是真的 真心說的才叫拆鞋 所以我才是拆鞋 這件事我問問題的時候 忘記拆嘴 我一拆鞋 你又跳過來一起拆 醒目 所以我說你醒目 你不給我專刷 我只是用右腳而已 說真話和拆鞋是兩件事 你一聲音很浮誤 繼續 是的 女士復仇 也是一部女人的扣片 當然又是我們公司四寶 鄧麗欣 也有洛基兒和周瑟良一起去做 現在拍攝當中 暫時Touchwood 挺順利的 好 但是我很想 現在我的心很紅 很想快點拍完 快點殺火 順順利利 為什麼呢 因為我答應過你 是 我完成了這部之後 我一定要馬上回來太陽 沒錯 開我們更加瘋的一部 那一部就不透露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非常瘋 是 再瘋一點 不是再瘋一點 是瘋很多倍 哈哈哈哈 電影那裡是否也有預約KB拍的 女士復仇 女士復仇是有預約KB的 是啊 你也有預約KB的 我預約 我預約他自己太六個 你說吧 你說吧 自己啊 哈哈 好啊 哈哈哈哈 又是回到去 就是 又是 就是 我始終是古老來的 那麼 還有 比如在片 其實因為我有點緊張 是的 有點緊張 那就 幸好火火 他之前已經給了很多direction 我 那去到片場 其實我 我也是第一次 真正這樣看你 我認識他幾年 我從來沒見過他導演的那一刻 這麼認真 這麼認真 他有一部電影 平時我可以跟他說 喂火火 然後就趕出口這樣滑玩 但是當他在那一刻 他好像有一股戲 氣場 你是立刻 就是不會想走過去打擾他 是的 而他身邊的朋友都是這樣說的 當他這麼認真 這麼用心去做的話 變成 很悶之中 你會有一點點 坦白說 你知道我會有一點點壓力 變成 不是一個真正的演員的我 我可能很多時候會 想太多 想太多 或者是 很多東西都設計了 是不是這樣應該呢 當我這樣做 那火火會說 不是這樣 這個不好 他就會跟你說 其實演員 可能未必是將 那個角色去設定是怎樣 你是真的要去墮入那樣東西 那我覺得 無論是怎樣都好 at least 是塞到錢在我袋 at least 是 學到東西 因為我記得 昨晚你說的那句 你是說 我跟你個個都說 原來他真的跟個個都這樣說 不是只是 可能是 如果我是想一邊 或者怎樣 幸好我會接受很多 因為我始終是叫好生 在這方面 我真的會接受 叫做前輩的去教導 我完全沒有想一邊 其實不是我的前輩 真的 是的 我們先說 我們是同年同月 是的 同年同月 我前輩 他真是健康體面多一點 失散入你袋 是的 失散入你袋 是好玩的 我小時候 你想想我 我真的小時候 我小時候都未做任何娛樂圈的事 我最喜歡聽的就是LMF 現在LMF的古佬 說我是他前輩 在這方面 在這方面 因為是真的 Toco可不可以說一下 KB今年你有沒有安排他的工作 他幾線發展 大家看到了 能夠有機會在電視 作為一個主持 也是一個很好的得著 基本上歌是不斷保持著的 是等他的創作 或者更加帶多一些 很有 有很深入 這個階層寫實的MV 電影也能夠參與 更加希望 多謝火火 發展 火火不用說了 電影 音樂 在音樂寫詞方面 我從第一天開始 一直非常看好看好看好 一定每年最少有一至兩首的代表 金曲 你扔什麼字來 我一聽就代表了 哈哈 哈哈 最重要的就是在電影上 創出一條血路 有他自己火火個人的風格 更加我們在製作上 給多些支持 更加可以普及到 多些人看這部戲 下一部就一定是 全中國的法學 這樣的電影 OK Rock and Roll 哈哈 Good